17号晚间7点左右 一名36岁的赖兴男子 开车行津台铁花莲站附近的时候 刚好碰上警方进行领检 因为有案在身 竟然猛踩油门加速逃逸 因此展开了警匪追逐 最后赖男因为开禁死相 无路可退 还狂踩油门倒退冲撞警车 但最后还是难逃罚网 由于警方怀疑赖男涉嫌独驾 后续将进行抽血验尿 调查理清 从监视器画面可以看见 巨检的36岁赖姓男子 开着轿车与警方沿路追逐 开了大约两公里 一路从花莲市跟到吉安乡 最后疑似陆布首 开进了死相 直到难逃罚网 还猛踩油门倒退冲撞警车 造成警车安全气囊爆开 车头全烂 玻璃炸裂 索性警力及时抵达现场 才顺利将赖男拉下车上铐逮捕 这在抠的怎么办 这在抠哦 这在抠的啦 整个抠的啦 整个抠的 你撞警车咧 你还有这个哭哦 11个月你跑成这样你骗人 那个三年的都没跑成这样 被抓到都认了 你这样跑 警察这个嫌犯是因为毒品 等案件遭到通缉 所以遇到严谨盘查 立刻就驾车弃逃逸 本案造成我们巡逻车 车头毁损 那没有人员受伤 请案调查后会解送 换地检署规案来做执行 这个惊悚画面是发生在17号晚间7点左右 赖姓男子开车行进台铁华联站附近时 刚好遇到警方领检 由于行车轨迹不稳 警方怀疑是酒驾而遭到拦查 不料赖男并没有把车停下来 反而是踩下油门加速逃逸 因此展开一连串的警匪追逐 过了大约10分钟 赖男是开禁了死相无路可逃 索性资源警力及时抵达 立即上前拉开车门 将赖男揪下车压制逮捕 进调查后才发现赖男是毒品通缉犯 由于警方怀疑赖男涉嫌毒架 后续将抽血淹尿来调查理清 记者许理清 花联市报导